思维四大 也是一样 再一次的 这一类的人也是必须先从思维入手的 他开始思维着他的身体 这身体当中有什么呢? 地大、水大、佛大、风大 一开始他只是在想 在思维这件事 身体到底是什么呢? 身体有固体的部分 像是骨头、肌肉等等 哦,这是地大 有固体的部分,这是地大 有液体的部分,这是水大 像血液、尿液等等 身体中有气体风大 身体中还有温度、火大 就像这样 他开始在理智的层面上来了解他 他现在正在思维 他运用他的理智一直想着这件事 怎么想呢? 他又想到 好比一个技术、纯熟的屠夫或屠夫的学徒 宰杀了一只动物 像是一头牛 然后把这只肢解过的牛汁的身体 带到市场上去卖 这头牛的身体 有骨、有肉等等 各种不同的部分 这里有固体、有液体、有气体 这些不同的东西 而现在四大当中 哪一个叫做牛呢? 由于世俗习惯上的需要 这些东西结合在一起时 我们称之为牛 我们这个身体里面有四大 除了四大没有别的 所以由于世俗习惯的需要 我们叫它我的身体 像这样 在知识的层面上了解这件事 什么叫我的身体呢? 它除了固体、液体、气体及体温外 再也没有别的东西了 还有什么别的呢? 思维、思维 这样的思维让心稍微平衡了一些 一个对身体这么执着的人 一个对性欲的快乐和肉体愉悦 这么沉迷的人 如何使这个人回光返照呢? 至少要让心性达到某种程度的平衡 基于这个理由 你运用你的心 运用你的理智 运用你的思维 但如果只是这样 是无法带你到达最终的目标的 接着你必须同样经过相同的步骤 同样的阶段 一个人必须经过所有这些阶段 之后他到达这个阶段 他清楚地觉知 哦,这是身 这是身体 我对这个身体有多么的执着啊 事实上这只是身体 一个人摆脱了对这个身体所有的执着 这个人必须经过这些相同的各个阶段 才能达到最终的目标